Tort 即是一個犯罪 Tort 即是一個犯罪 Fraud, Misrepresentation, Negligence, Secret Profit Misrepresentation,即是故意誤導 Puffing,不是包含DIE rule Material Fact,即是實實在在會影響買賣的價錢 我們稱之為Material Fact 而Puffing,我們要記一下這個字 即是吹水,誇大 接著,我們要... 這裏三個分,不需要分的 它不會考那麼深的 你只記著Misrepresentation,就可以了 欺詐 對,欺詐 接著,它不會說 你不是故意的說法 這些考法才會考的 接著,你回來看這裏 就是說 secret profit 你聽顧名思義 就知道它自己暗底下拿收 Undertable 那就是不行了 接著,warranty of authority 就是說 某某,如果它是secret profit 因為我覺得你這句 你說secret profit是Undertable 非常好 非常好 我要... 放上網 現在有什麼根據呢? 我盡量放上去 那也叫金據 Warranty of authority 就是說 如果它是... 由一個seller 和一個booker 它是有一個寫了出來的listing 什麼呢? 那就是說 它們是... 授權去... 去... 幫它賣這間屋 這樣 怎樣? 先說一下 Warranty of authority 都不是怎麼考的 不過呢 都說完 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 現在有一個人 他說 OK Mandy 不如你過來 幫我show 給些買家 這樣 那 如果是有寫到指 叫你來show的話 這個就叫做 Warranty of authority 就是保證了你是有權的 你看看這個definition He has an express warranty of authority to offer the property for sale 那... 現在我有間屋 你幫我show屋 那... 我寫了指說你可以的 那... Warranty of authority 那... 但如果... 你看下下面那個 imply warranty of authority to act for a seller by the mere fact that he or she 但如果... 我呢 就... 跟你說 我不給你錢的 我只叫你show 那... 那這些就叫做 Implied warranty of authority 其實這個很少考 不過我們認一認這個字 imply就是沒有寫 imply就是沒有寫 那... 因為我們那時候 那... 就是你隱藏 我們記得就是 Express 就是oral 和written 那... imply呢 我們要記的 反而就是那個英文字 叫 ostensible ostensible呢 就是... imply了 嗯... 那這個呢 是一定考的 這個是 action 是啦 這些呢 都... 都不要緊要啦 很多時候呢 那些人搞錯了呢 他用行動 那就是代表 Express 或者他... 他... 他... 他用把口... 來講... 講... 講... Express 但是... 他用行動來show 給他看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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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 跟著... Disclosure of AIDS and death呢 就是靠近了 如果是三年之內死 就一定要講 給客人知道 三年之內 是啦 所以你站在下面那個page呢 你站在下面的page呢 現在2007年死的話呢 他就一定要講 那... 你等我一陣子